这个功能用来介绍在3D Will 时如何进行相关的规则检查 执行Will 3D Model 在对话视窗中点击Will 在3D Will 这边可以对图形进行3D查看 可以通过移动放大旋转的方式来进行查看 那对于层面的管控可以通过Will Layers 这边来进行 比如要关掉VDD层和VSS层 可以通过开关按钮来管控 接下来是进行规则设定 执行DRC Rules 新增一个规则 Add Rules 设定好Spansy的Venue值 比如80 设定好DRC Marker的形状 以及颜色 比如将颜色改成红色 确定 执行Check Rules 可以看到 Eldra的数量 以及在图形中可以 查看相关的Eldra 所在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调整Rule的Venue值 将它改小 然后重新进行相关的查看 执行Check Rules 这样Eldra的数量变少 可以来查看具体的违规状况